高雄國務由中華 高雄文物和媳媒體的結束電 最好電出的兩位國務 黃玉瑞三連章 御鳳秉 從現在開始在中華館日美術館電出 這兩件前美的結束作品 是高雄非常重要的文物 又開始臨氣國務 邀請大家的飽和機會 緊鼓勵來欣賞高雄文物的風采 這次電出兩件文物 御鳳秉是電面的紅紅的頂竅 跟官來很多廟墓建立電面的紅紅一樣 黃玉瑞三連章是為馬鬧當中的頂竅出來 看起來簡單 是這最重要的技巧非常厲害 有這次電出的副Post集出 這次到中華館日美術館電出 是高雄的性質也是中華的性質 這次中電出黃玉瑞三連章 御鳳秉是高雄非常重要的文本 又開始臨氣國務 希望他能跟中華建立跟臨文 合上結合 典現不一樣的紅毛 很榮幸能夠到彰化仙女美術館展出 那也是故宮的一個盛事 當然也是彰化的盛事 那這次展出兩件 一個是御鳳秉 一個是黃玉瑞三連章 他在故宮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文物 而且都是人氣國寶 那這次呢 希望能夠跟彰化本地的建築 還有人文之間過去的傳統能夠互相結合 展出一個另外一個風貌的故宮文物 王館長表示 為了鄉親見到鳥蓋殿南 我們也製作相關的伙食堂 可是鄉親聽到的伙食堂就能參加莫彩 今天展出的這個兩個東西 都跟我們彰化有非常大的淵源 第一個這個 我們的這個御鳳的這個 秉喜 最主要是因為它的鳳凰上面的這個雕刻 跟實際上跟我們很多的廟宇上面的這個鳳凰 比如說天后宮的是有同樣揮印的 那我們的這個很 黃玉瑞的這個三連章 這個部分呢 是從馬牢裡面去把它雕刻出來 看似很簡單 可是實際上它的這個公益技巧是非常深厚的 那它也跟我們彰化有很大的淵源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的文人 書法各方面是非常興盛的 那這個秉喜就是我們的這個 喜喜我們的毛筆的這個器具 以及呢這個連章跟我們蓋章有關係 所以我們當時在選擇的時候 用這兩個東西來做我們的第三檔 那也請我們的鄉親把握最後的機會 一直到4月5號 我們這兩樣的國寶都會在這邊做展出 這次在這裡可以經過 行商兩項個共申品以外 在美術館的三六至五老電 出國共新媒體的藝術店 以前的人的日常生活為主題 典現古代跟現代生活比哈連結 歡迎大家利用時間 再弄關上 新中華新聞 北邊林中華 彩虹波登